斑马消费学际,在四川拥有2700多家门店的红旗连锁,几乎独享了天府之国的商业盛宴。 不过,极低的人效和极高的人力成本,还是为红旗连锁的发展埋下了巨雷,在A股9家连锁超市中,红旗连锁的人效最低,人资投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最高。 这导致的结果是,红旗连锁在疯狂开店和行业并购下营业收入稳步增长,尽管公司采取高毛利战略,半径利率却在两三年之内下滑了三分之一。 红旗连锁时控人曹世如家族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和协议转让,两年之内套现近27亿元之后,在股东和二股东永会超市的持股,仅仅相差不得七个百分点。 红旗连锁的问题,更像是抛给了二股东永会超市,人效比行业支持低百分之三时不断上升的租金和人力成本,成为连锁超市行业深陷泥潭的根源。 租金顶价有其客观性,因此,推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,成为行业下行费景下的行业共识。 然而,行业中的人员效率到底如何? 白马消费书里A股九家连锁超市的平均人效数据,平均每个员工对应的营业收入发现,人效最高的是三江购物,601111U,FH。 红旗连锁人效最低,平均每个员工每年创造营业收入45.84万元,比其他八家的平均值65.29万元低百分之三十。 低人效,以为着完成相应的业绩,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,直接推高了公司在人资上的投入。 白马消费书里发现,在员工薪酬占营业收入比率这项指标中,红旗连锁002697,SV同样最高,2017在人资投入上总共花了7.24亿元,占营业收入的百分之四点四三。 在A5连锁超市板块中,红旗连锁有其特殊性,这是一家以小型便利店为主的连锁商业提现。 截止到2017年底,红旗连锁门店数量达到2730家,绝大多数是200平以下的小型便利店,或于分散的门店,正是红旗连锁低人效,人资投入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中国另一家连锁超市巨头连锁超市00980HK与之类似,门店众多且纷纷,人效同样低于A5的平均水平61.88万元。 近几年,连锁超市从中国商业连锁老二的位置上跌落。 近六七年的时间,门店减少近2000家,营业收入缩减了三分之二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近几年的连锁超市自救中,关大店,开小店,成为一种常见做法。 连锁超市和红旗连锁的例子应该对此提出警告,如何在门店效率和人工成本上找到平衡点。 净利率两年下降三分之一房租,人资投入是连锁超市的两大运营成本。 在地区租金水平均衡的基础上,连锁成本成为公司能否盈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。 红旗连锁的人资投入占比高于其他超市,导致的结果是,虽然公司近些年的营业收入一直稳步增长,但净利率却下滑严重。 2013年到2017年,红旗连锁的净利率分别为3.54%,3.57%,3.26%,2.28%,2.38%,近几年下滑了三分之一。 如果踢出不住和投资收益,比如对四川首家民营银行,四川先往银行的投资,下滑则更为严重。 不过,对比同行业发现,虽然红旗连锁的净利率并不过永会超市,加加远603708FH,但比起那些亏损的同行们,还是要好得多。 高成本向如何保持,较为稳定的盈利? 红旗连锁给出的答案是,高毛利。 红旗连锁从2014年之后就不再公布毛利率数据,成为A股连锁超市板块中唯一一家,不披露毛利率数据的。 不过,从公司2012年,披露的IPO招股书,及前几年的年报,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。 2009年到2011年,红旗连锁的主营业务毛利率,为18%左右,综合毛利率高达24%左右,但同时其同行们的主营业务毛利率,仅为13%左右,综合毛利率为19%左右。 2012年,2014公司公布的毛利率均在20%以上,且呈现中程度市区交线分区,二级市区的规律。 其实,连锁超市的毛利率应该一分为二的看,高毛利率是企业盈利的基础。 但同时,这一策略不利于形成价格竞争力,特别是在目前连锁超市行业竞争激烈,资本竞争版而三线城市, 作为连锁商业主战场的时候,低于竞品的综合售价仍然是最优效的护城壳之一。 同时,红旗连锁能够在高成本的同时以高毛利率维持较高的盈利,或也说明四川的商业竞争程度低于全国市场。 在四川连锁超市行业,红旗连锁原本最大的竞争对手,是互惠商业和武东风。 在资本价值之下,2015年红旗连锁收购最大的竞争对手互惠商业,接收几近四百家门店,直接把竞争对手武东风挤到了墙角。 然而,宁护惠商业本身的问题,和红旗连锁操作不到,手购护惠商业引发的诸德精分,至今仍困扰着红旗连锁。 时控人两年套现近27亿2000年,执任中都红旗商场高管,得曹世如主挡了红旗商场的改制,一跃而成为红旗连锁的实际控制人。 在2012年红旗连锁准备上市时,曹世如旗旗子曹增军,和旗持有红旗连锁82%的股份。 另外,新荣创投和酒顶系分别持股,8%和10%,2012年红旗连锁登陆深交所,成为A股连锁套市板块,中第八家上市公司,A股手交便利店连锁上市企业。 解禁气遇到,新荣创投和酒顶系细数减持,到了2016年,曹世如终于坐不住,一出手就用最强减持,震惊了大A股。 2016年5月10日和6月15日2日,曹世如和旗减持红旗连锁,总股本13%的股票,其中违规减持套现5.8亿元。 证监会责令曹世如改正,并罚款600万元,违规减持的后果,是曹世如所持股票,增加了一年的锁定期,并引入四川国资集中民投入股。 之后,曹世如一改之前二级市场减持为主的套现方式,直接将所持过分转让给同行业的永辉超市601933SH。 2017年12月底,曹世如及其子曹曾俊,合计,向永辉超市转让红旗连锁12%的股份,交易总价9.4亿元。 几天之后,再度转让9%股权,对价7个亿。 目前,曹世如及其子曹曾俊,合计持有红旗连锁27.63%的股份,而股东永辉超市持股21%, 永辉超市离红旗连锁大股东之位,已只有5个亿的距离。 中民投旗下的中民财政和四川国资的三青创头分别持股8%和4.41%,位列第三,四大股东。 斑马消费初略统计,上市后,曹世如及其子曹曾俊,通过减持股票套现接近27亿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